范例7 如图所示 小明自制水火箭 自A点以初处V点 牵直上抛 C点为最高点 物体两次经过抛出点上方 B点的时间 分别为1秒及5秒 那么题目的意思是这样的 在抛出的瞬间时刻为0 经过1秒之后 到达了B 然后再经过5秒之后又回到B 再经过4秒之后又回到B 所以那时候的时刻叫5秒 第一次经过B是1秒 那请问从B上升到C需要多少秒 还有从C下降到B需要多少秒 B下降到A B下降到A 要多少秒 固体会减速 然后减速到0之后 又会开始加速 如果用每秒10公尺往上一丢 经过一秒钟 速度会降为0 那再经过一秒钟速度就会变成10 不过是变成向下的 那这个加速的 减速的过程和加速的过程 所花的时间 应该是一样的 所走的距离也应该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 从B到C的时间呢 应该就会跟 从 从C回到B 从最高点C 调回B 所花的时间 应该要是一样的 所以第1小题呢 就很简单了 T B到C 会等于 T C到B 那我们定它为0T 那我们可以发现呢 后来经过B的时刻是5 原来经过B的时刻 第一次经过B的时刻是1 所以间隔就是4秒 可是4秒包含了 B到C的时间 以及C到B的时间 所以就是2 T 这样 T算起来就是 2秒钟 所以第1小题的第1小格 就是2秒 B到C是2秒 第2小格 C到B也应该是2秒 那接下来呢 是从B回到A呢 B回到A是几秒呢 那题目有 给我们一个数字是 A到B要花1秒 A到B要花1秒 然后B到C我们刚算出来的是2秒 所以总共其实是花3秒 那总共是花3秒的话 我们从上面 C回到A 应该也是要花3秒才对 写成 写成数字表达就是 从 A到C 其实就可以拆开成 A到B 然后呢 还有从B到C 那从B到C是2秒 A到B是1秒 所以总共是3秒 那但是C到A就可以 又跟 从最高点C回到 A到C又跟从 C到A的时间 应该要是一样的 因为C就是最高点 从 某个点 到最高点 的时间 应该是跟从最高点回来 那个 出发点 的时间 是一样的 所以 A到C的时间 就会等于C到A的时间 那C到A的时间 就可以拆开成 C到B 再加上 我们要的 B到A 那C到B也是2秒啊 所以只好 B到A A就会是1秒 就会是1秒 第1小题的 第1小格 2秒 第2小格 2秒 第3小格 1秒 第2小格 那第2小格 那从C到A的时间呢 其实 就等于3秒嘛 这个也是直接看出来 那总共就花几秒 总共就是6秒 这是第二小题 再来第三小题稍微比较难一点点 这个大H是多少呢 大H是从最高点落下 那从最高点落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第六题所推出来的 从禁止落下的公式 禁止落下 禁止下落其实就是初速为0 初速为0的下落 那公式是长这样的 H.1Gt平方 那这是今天我们的H 如果是诊断大H的话 那我们这边的时间是 总共经过3秒 所以这边就要乘上3 然后这个G是10 所以结果是5945 这就是第三小题的第一格 大H 这个部分我们 有点挤 我们把它移向 移到这边 那么 再来呢 求H.1 H.1的话 其实是 一样也带这个式子 只是H.1它是从 它是从最高点落下来到B点 从最高点落下来到B点 这个是H.1 所以这里的时间是到 从最高到B点而已 所以应该是带入C到B 我们刚刚这个3是C到A 它现在只带C到B 所以就会是 1 2乘以10 再乘以2的平方 所以结果是20 好 那第三个 那H.2是多少呢 H.2就不能再带 这个公式了 不能了 不能 不能你说 我带那个H.2 然后这里是从B到A 这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式子呢 只能用在从进子下落 可是它落到了B点的时候 它已经有一个速度了 它不是从进子下落了 在B点 它回到B点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速度了 并不是从进子下落 好 所以就不能用这个式子 但我们可以先求出大H 从最高到A 然后呢 再去减掉 从最高到B 那结果就是H.2 就是从B到A 所以45减去20 结果是25 那或者呢 如果真的想要直接带公式的话 我们不能用这个 而应该是要用 V0T加2 V0T加2 80平方 那我们也可以试试看 V0会是多少呢 当它已经掉到了B点的时候 V0应该是20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它经过两秒 它经过两秒的话 重力加速度G 经过两秒 从最高点落回来 两秒 应该速度要变成20 对不对 好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带20 那时间呢 时间再从这个B点落回A 所以是乘上1 然后再加上2分之1 乘上10 重力加速度10 再乘上1的平方 所以结果一样 算出来结果一样 也是25 这题就讲解到这边